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基斯 今天我們要運用四神堂的藥材 改用雞肉來燉煮 四神堂他就是只能用豬肚 豬肠或是排骨 用雞肉來熬煮 糖口真的是更加清甜 肯肯 味道真的不舒服 一般的藏起四神餐 今天就跟著阿希寫一起來做這一道 四神盾子餐喔 菜餅 一蒼 一蒼 把七夕花 和六 row 放在城 油 碗 白 η 和 水 蘋果蔔 1個雺 één 5分半分 3分半分 1個角度 3分半分 1個角度 1個角度 1個湯頭 非常的清甜 而且清爽不油膩 天氣微涼的時候 燉過這個簡單的養生食谷 四層雞湯 它的藥材不溫不良 各種體質都適合 非常好 趕緊試試 如果你喜歡今天阿姬師的影片分享 記得幫阿姬師的影片 按讚跟分享喔 掰掰